我先錄了 好的 OK 好 我覺得 應該是原格來講 原點是在2015年的冬天 他今天已經參考了兩年 那時候他就選擇 然後在辦世界設計程序 應用的前戲 前燒站 然後他就辦了這個 正式工作人員 然後他希望找設計師 然後跟他們一起幫忙 那我覺得這個鏡頭應該是沒妙的 那應該跟設計跟社會結合在一起 但是在創作之後 我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他的線條是很奔放的 因為他就是孩子 畢塔索就曾經講過 他從計師來學習孩子的創作 讓我們跳完星光 我們轉個面頭就發現 欸 那我就發現了 有這麼多個畢塔索 我應該要怎麼去運用 怎麼去合作 怎麼讓他不是同情的客人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幾個年輕人 應該是從兩個慢慢慢慢都到四個人左右 然後我們就在講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一天如果是不存在 那他應該是讓公益一種入生活 而不是生活裡頭去做公益這件事 那怎麼去實現呢 我們就去找出一種可能 就不是看他的缺點 而是去找他的優點 就像剛剛講的 我發現畢塔索 那找到優點以後 我想就可以運用 因為我們都是產業書幫人 並不是像社工啊 或是這類的背景 那我們就想要透過創意的整合 也許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那過去得過的經歷 我想做過的比如說 像世界設計制度 世大運 甚至這次在天空創意節目 都把孩子的創作 做很不一樣的呈現 那你可以看到 講報上我想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們跟他們 這個計劃叫翻轉天賦 我們中間執行了四個計劃 翻轉天賦 那我們跟孩子其實已經畫了 超過上萬幅畫作 然後辦了將近六十七長 從來沒有間斷 過往就是說 我要帶著孩子畫畫 然後做藝術資料 我請大家捲款一百萬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請大家捲款過 就這樣進行了兩年 整整兩年時間 最早怎麼找到台灣人 最早其實就是跟基金會 基金會他們本來就有個照顧 用小作所的方式照顧他們 那奉進去工作 所以就這樣越有越大 但是有些社會化較好的 是可以為大眾服務 起車、烘焙飯 那些社會狀況比較低的 它就只能在教室裡頭 那這一陪要陪伴多久不曉得 那當然會透過很多方式 比如說上課 然後透過包裝紙盒 來訓練守護 或者是說透過瑜伽 來生產他的身體 那藝術創作這種課程 就是為了要產生興趣 因為很像後來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捐多少個問題 而是解決多少個問題 不是說捐多就一定解決了多 對 不是創案的量 而是到底能不能實不實地去解決掉 有沒有 真正他們需要 他們需要的不是麵包 他們需要的是他自己會去買麵包 這段過程 如何讓他自己幫他去買麵包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創作的時候都有主題 那針對台北世界設計制度的時候 我們就把孩子的創作線條 這樣過不見 然後這件事情呢 沒想到大眾的回頭率很高 可是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不是像手遊 或是像電影海報很有張力 可是大家回頭看 或者去欣賞的角度是很多的 我發現也許他的畫作用有一種魔力 就像小時候日畫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沒想到 這國際間的設計師 要來做大眾交通工具 通通都是從捷運在出口 進出戰館的時候 一定要從這邊出去 沒想到就哇 大家就開始傳開來了 那接著呢 緊接著世大運來的時候 就有熊戰 那時候早上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我們可以把孩子的畫作 做結合 變成運動版本 這是我們把孩子的畫作 變成五個IP 就是有好奇魚頭先生 裝成小黃 勇敢的犀牛 幽默的帽頭衣 跟快樂的開心活 我覺得這些這五個角色的DNA 來自於我們跟孩子的互動 所找到的那些個性 那我們就帶著他們創作 然後把它變成運動版本 沒想到一做的時候 經驗商品 竟然在這一次是銷售以後 完全沒有輸出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甚至世大運的行銷創章 全球行銷創章 他就說這是他歷年來看的 最棒的一個影證品 我覺得台灣的短實力 它不只是好看 它是把人情味 跟我們願意付出的這個精神 透過這件事情也傳出去 不只是一般設計 它就是美美的 好用的 吸力資料高的 不只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天空專業劍 我們剛剛有看到空間的 也有產品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 這是乒乓球桌跟籃球框對不對 然後我把它變成 彩色版本的 然後再變成模擬圖 乒乓球桌 我在想說 也許可以找伯手來打這場乒乓球 結果沒想到 我真的把它做成第一梯盤嗎 我的天啊 然後在這個 成品 中間成品前面的廣場 然後小朋友玩這個灌籃 玩得超開心的 真的還找到國手 中資源來跟我打乒乓球 忙打電話給我媽說 這一場我一定贏 這個桌球桌是我的主場 這個桌球桌會有凹凹凹的 那個狼王你不平衡的 那真的來踢足球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從剛剛看到現在 完全沒有看到他們的缺點 而只是我們都在享受它的優點 那這件事情它又可以產生 我想這樣子又可以產生它的回饋極致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社會期間 類生性的可能性 你沒有看到 我把憨兒頭放在這邊 一直看到這些有趣的圖像 我覺得把東西做好 大家自然會喜歡 剛剛看到的是童訊很可愛 我們來看看這個案例 這是孩子們 我帶著他去畫 台灣的寶貴的主題 用在這個台北的洗衛飯店 拉麗 梯廳 這是牡丹為主 還有通常等照 還有三櫻花 你仔細看還是會有 遠的不遠 值得不值 我不講話 你不覺得這個孩子 我會覺得 欸 洗衛飯店三哥心急的 應該找了什麼藝術家來做 其實這樣 其實我們把這樣的簡進創作出來 我常會這個時候 常會問看的朋友 我說你喜不喜歡這個光線 說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我達成 我不是把漢兒擋在前 如果是擋在前 所以你心裡要支持我 可是你喜歡 然後你採購 這就是我們要講的 公益動物生活 那我快速的把這個事情跳過 那 所以孩子們繼續畫畫 然後做出好了商品 大家願意採購 完全沒有說 你要不要捐10卡 你要不要捐5卡 這已經很氾濫了 可是你喜不喜歡 不是為你捐多少 可是你喜不喜歡 做公益是社會 最願意對社會服務 就是社會企業 它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大概是在這樣的目的下 其中的第一個計畫 然後我特別分享一下 你看這個包裝啊 這個女孩是 就是全面把你的咖啡 把它賣掉 就是最後一包 她拿得很開心 我特別分享一下 包裝上面這個貼紙 可以做規則的原因 你猜猜看 為什麼 這樣為什麼 我跟妳分享 因為如果做方形的 孩子們來幫忙貼 所以貼外的就很明顯 這個就是 就像妳說 沒有規則的運動會 因為貼都是 都是漂亮的 都是不一無二的 對 因為跟別人都不一樣 沒錯 所以透過設計 事實上它可以 變成不一樣的 方式去讓大家展現 再加上整個整個起來 另外我們緊接著 又執行了一個 天向部落 叫時代部落計畫 我們希望做的是 與時俱進的 部落生活產業 部落生活產業 看到一個平行時空 那這兩個地方 都在台灣的地上 就是大家都講說 我要野餐 情境不同 大家都說 我想要做文創商園 可是情境也不同 但是這件事情有趣了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這個 這是樹的皮 樹的皮 再加上這個皮革 如果部落的朋友 他穿著有史的故事 那個樹的站在後面 就會說這是孤兒 嗯 這是阿美竹 他們光鮮亮麗的那種顏色 但是我沒有那麼多人 穿著主意去軍備 因為如果背了 好像就不是這麼的意思 就是大家好像把部落 光在一個地方 好像一定要慢一個字 還是可以撐 後來我們就把這件事情 我特別分享一下 台灣有很多首創的團隊 這個是我們的民主店 對 然後他是針著有些摸質感 他所針著樹的皮 在你家裡面的皮革 要針在裡面 有沒有看到樹的紋路 在加上漆漆 對 這很棒 對 很棒的評價 他的邏輯 商業邏輯在哪裡 很多人在看到我們做這件事情 都會說 馬哥你們要 你們都去部落 哪個部落 你說我們有去部落 他說 有請部落的朋友們 一起拉 來我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去教 跟他來學 是不一樣的邏輯 對 我去教到底結束之後 是得到我的成就感 還是什麼 對 那他來學 他總是已經付出了 他需要 總要知道自己到底 他要回到部落 要對長老交代 對 他還是在這個邏輯之下 但是成本我就比 便很貴了五倍 因為我去是一趟車票 他來我比較假票 對 但是這件事情我覺得他是一個成型的邏輯 實在部落在很多新 台灣有很多創作團隊 受作的 但是做進攻 也許一個月在我們作戰之前 他們就會把他拿去國際上 然後當展覽 當國際訂單說 我要一千個 他先問一下 我會要三年吧 對 但是他如果把這個技術 交給部落來做 這個東西交給部落來做 他可能下個月給出訂單 那部落就可以從以前 早期的從家庭代工 到有人出來做工廠 OBM 然後開始ODM 甚至到OBM 可是現在看到部落 他做的是什麼樣子的東西不錯 馬上就要OB 就是品牌啊 行銷的就關進去 背後沒有跟著上來 技術也沒有跟著上來 所以要做一個產業化 應該他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我們有另外一個機器 然後來ROVE那個 真的 對 好 好 對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分享嗎 對 繼續 好 所以在這個邏輯裡頭 你看這些手創 他得到了CSR 因為他去埔老 不一定要裸著 他去埔老部落 他得到CSR 增加他品牌性 部落得到技術 他可以開始有產業結構 因為你現在負責把這兩件事情 串起來就是這個行銷配款 跟產業結構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世代部落的一個裸體 對 那我們快速來看 我們就能做出這樣子的品項 那我們比如說 我們像企業的一陣品 甚至我還把它變成總統的一陣品 對 那 我再分享一個 一個我們現在發現到的 我們現在一個民族的強徵 或族群的強徵 它來自於它的哲學跟道德 對 我們常常影響我們 很多是民間或傳說的故事 比如說二十四項 十二生肖故事 或者是法性破壞 或者是神秘的傳說故事 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人性 但是我們今天去講部落之後 往往我們講的都是歷史時代的事情 比如說荷蘭 正成功 日本 國民黨 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在這樣的狀態下 民族是自信心 並不會被整個打起來的 所以我們就去探訪 去找尋部落的傳說故事 然後把它變成圖像化 把這個變成圖像化以後 大家會知道這個故事 或舉例來講 優喜夫 優格 是一個很正義的原住民的創作家 他畫了一幅畫我好愛 我就會跟優格講 我說優格 你畫了那幅畫叫做蜘蛛 他就一個原住民 一個人像 然後上面有三條魚 然後他在訴訟就是 老一輩的人告訴我 一天要隔時門補三條魚 而且早餐、中餐、晚餐都可以吃 但是我父母親告訴我不是怎麼一回事 一天補三條魚 之後晚餐可以吃哪一條 兩條要拿去賣 然後或者是拿去換取人力 明天補六條 後天要補六十條 對 他天生的這個部落在旅時俱進 或與環境共生的這個概念 是現在正在流行的事情 如果把部落這個環境共生的概念 這個哲學跟大家分享 不想看的是超有自信性的 而不是去追溯一次的事件 所以我把傳說故事把它變成筆記本 我想要推展出去 但很可惜 並沒有得到大眾 就是所謂支持者的迴響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比較過弱 沒有約好烈烈 沒有看到靈性 沒有看到白故事 然後但是社會大眾怎麼反應 我們知道要幫 跟這個原住民教育基金發言協會 然後一起在今年的文博會 這樣佔了兩個空間 然後我們甚至還加入表演藝術 把這個民主舞蹈跟這個時現代舞結合在一起 跟儀式結合在一起做了一個表演 革站完的時候馬上就移站到花山 受邀到花山正經就佔了一個月 我們發現這是民眾的聲音 對 這是民眾的聲音 他接受我們這樣的呈現 而不是一定要百度捨臨行什麼東西 對 但是我覺得 會可以直接分享 就是 受到的是叫老一派的人 或是外貌的人 就是這個教育 對 怎麼自己都說自己很ㄎㄧㄤ啊 所以我們就ㄎㄧㄤ下去 對 接下來是天賦城市 我稍微分享 天賦城市這件事情 其實點點山所有的計劃都持續的 它不是一個肯定 它們有創作 一開始就到現在兩年 都沒有間斷 陸入的事情 我們也在持續 天賦城市這個 我們已經 就是實體的任何台灣新巨人 所以我們先會接觸 這件事 也才期待這個計劃 就像我那天 我所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講兩個要點 第一個 一定有真有假 但是大家因為假的 好像把真的也當假的 但是真的有沒有去認識它 好像沒有 大家都憑著一個印象 好像它是假的 或者是說 好像一般都會有 晚上的時候會有車子來載它 那個集團 那是黑道就開始 事實上真的 稍微再邏輯一點思索 真的不好賺 這個真正的集團 應該是7-11 而不是這些解脈者 那我們實際去瞭解 它是一個共生甲育 我分享這個 你市長的故事 他做了這個解脈15年 他照顧了這些生長者 目前是24個生長 4個近生長案 平均大概就是3-4位 所有人直接來回 那他照顧他們什麼 第一個住的地方 第二個輪椅 也提供給他 第三個 他吃的部分 如果沒有吃的話 大家一起住 然後最重要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當他們 這個 要看醫生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 他會開車 開著那個酒人卡車 在那裡去 他們去的時候看醫生 然後開到之後沒有錢 他出錢 然後沒有錢 可以住院的時候 把他借回來 他幫他換藥 然後他們有些洗腦麻 或是有些身體不方便 要洗澡 沒有辦法洗 他幫他洗 這個大哥 他現在大概五次數頭歲 這是陳理事長 他是一位生長者 他一位生長者 堅持了這15年 被附的社會大眾誤名 說他是詐騙警官 甚至連他的兒子 都覺得他是詐騙警官 為什麼他一直會覺得詐騙警官 因為他離婚後 兒子也沒有待在他身邊 然後事後 社會大眾這樣 愚昏大感到 他覺得他父親是詐騙警官 一直到今年的恩寶寺年會 這個理事長被邀請到恩寶寺年會去演講 有一些媒體不公諒 他就只回來找他 知道他父親在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做不到他 我做不到他所做的事情 因為我可能被汙泥 兩天我就收回來 但是他被汙泥了這麼久 他真實而做被汙泥了這麼久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難 那我就覺得 因為點人商人一直都是很落地的 不是一直在高邊 好像就 就是 我們希望很落地的去找尋可行的方式 那我們發現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資訊不對等 就覺得他是詐騙 可是他明明就不是 然後他也無力透過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高層以內 以下的學歷 他也沒有那麼能力的連輸什麼 想要做個完整的高 這年老嘛 他也沒辦法 然後形象不親民 大家覺得他形象要好 然後商店沒有優勢 這是大家從所看到的 但是我回覆一下 資訊不對等 網站上你也會覺得是這樣的 形象變親民了 然後衣服換好了 你也覺得他是詐騙 商品變好你也不會買 我們試想這些都做到了 他的車子上面賣iPhone 我們敢跟他買嗎 也不敢 哪怕是真的Apple搜尋 也不敢 這絕對不是一天換好就好 所以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 生活照顧板的工作 我們要做職能訓練 改善形象也要改善他的車子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第三步驟 就是要大家電產程式的服務 這就我們那天講的 就是說你把產品設計得再好 它還是不能改變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你用服務設計的角度 這樣就可以做 沒錯 那這件事情就是從那天我們說 練習的方式 溝通的方式的話 它的營收事實上就很容易了 就從企業那邊有廣告 廣告就是我們唯一的營收 就可以支付身上的薪水 然後還有協會的費用 當然所有企業都會想做這些事情 教育訓練啊 然後做廣宣 學員形象改善 買車子 這些就是不能得到費用 我覺得這是多贏 消費者也 大眾也也 我得到這些 竟然是這些服務 所以好比上說 好比上說我現在給你十萬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有一輛車是萬名的這樣子 然後可以有什麼 五分鐘的短片 六個月 就是 所以上面的那個影片是不限長度 不限長度 當然會限 當然是一個小時 不是電影 在這邊看就不跟他講話了 沒錯沒錯 但是一些短片都可以 沒錯 那它可以六個月任選什麼樣的時間 所以這樣子 一個企業廣宣來講 一個月不到八千塊錢 對啊 超便宜的 超級便宜 對啊 所以目前台信銀行 那天就支持我們第一台車 因為要完成這個計劃 台信銀行都要往好 千塊塊、千塊塊 但是我們已經做到這樣 是 等下十萬塊 然後還有這個基二號 他就做文創離證別的公司集合號 那也參加其中 那這件事情這個程度它會變成一個訊號 我初期明年二月 那明年的話就逐步做 我希望三台車然後最後變十台車 沒台車可以照顧兩個 明年照顧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目前它的瓶頸是在 不夠多人捐錢 還是其實即使非常多人給你試完 你車還是沒辦法就是做出來 還是其實錢跟車都不是問題 是主要是你這個培訓的過程 人還沒有辦法到位 我覺得人的部分可以到位 OK 人的部分可以到位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很多弱勢解蠻 單親媽媽也是弱勢解蠻 身上者也是弱勢解蠻 還有很多比如說我沒有錢繳學費的 說就是失親家庭 他也可以做解蠻 因為那台車是已經比較扶具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它並不限於這個 你們目前這個協會 連落到的朋友 事實上任何能夠操作這台車的人 都可以試 那它是要有一個機制 學生店說你真的需要 因為我資訊是要公開的 對 是半隱藏公開 因為我不會放大頭照 然後寫他的名字 說他缺多少錢 他需要什麼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當天賦城市或點點站這個牌子 已經取得到公信力的時候 大家是相信這個牌子 而不是相信這個人需要幫忙 我才幫他買東西 所以你們的那個檢核的標準 他本身也要受到責任的這個公平 沒錯 所以我就希望得到這個KPMG 第一個是那個法務 他們的這個協助 所以KPMG也邀請在其中 這很重要 然後這件事情 你說缺什麼呢 我覺得現在缺這個執行的經費 點點站其實很小的公司 從資本的股市到現在變200 那這個計畫我預計要投入300多 我們投了 我們自己本身預計要投150萬 那目前在線上集資呢 是80萬 那但是現在還差一點點 現在是66萬 所以像台信什麼是另外的 其實沒有台信 台信是直接在集資裡 了解了解 喔 台信直接 所以賣的一個就是台信 對 那現在有兩個 現在有兩個 那所以現在的新額是60幾 就只差一點點 所以只差15萬 差15萬的時候 其實也不管怎樣 我測試都已經在做了 10.3是一直這樣覺得 就是不管怎樣 我們都要從那個方向執行 而不是等到誰決定了 我們再做 因為我們都已經花了10個月的研究 跟了解想好計畫 那當然對外 我覺得集資是一個行銷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是現在已經400多個人參與的 你去看這個集資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有300出頭人 一般公益型的 但是接賣這間有400 是讓我們覺得很壓抑 因為比如說動保 或換井真是很直覺的 但是做接賣這件事情 事實上 大家是要先過那個問號 就是懷疑的問號 對 因為有人已經 已經克服了自己的懷疑感 對 當然你要在這次的上面 設計感是最基本的要素 對 但是就像你說的這個污名花 可能還是卡在很多人前面 對 那先解掉 但是我已經高標了 我的目標要做到500 我覺得500就是一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指標會在哪裡 會告訴很多NPO組織 告訴他們說 你們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我已經把最難的改變了 大宋是可以接受 本來是討厭 你詐騙 我已經轉變到500人 實際的支持 這是很難的 那何況 NPO組織很多人都實際在執行 你們擁有龐大的粉絲群 跟固定捐款 你們更應該想辦法 也朝社會企業的可能性去考慮 那這次的極致計畫裡頭 也更串聯了很多社會企業 不管是KPMG 生態率等等 這些很俱加 然後還有很多 甚至還有一個 一直在活生公益的網紅 然後叫到競技少年團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 熟視民間自己社會企業 自己串聯來做的一個大型案子 以往都是說 我們串聯起來去賣一個東西 但是這個計畫不是 是串聯起來 比如說人生百味做教育訓練 你可以快速看一下 巨倫嘛對不對 巨倫它是出任 人生百味做教育訓練 KPMG 馬上跟法律同 生態率做商品工 商品 政府來協助一下 政府當然來協助 5% Design 他一直在做服務設計這個部分 那未來還可以再研究 到底我們還可以提往什麼 程式名稱更喜歡 然後有這個見底 他來做車子改造 然後輔具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這個輔具 那這個數位的媒體 經濟上面有看 我覺得好像台灣經營社會企業 我覺得已經有一個樣貌 大家已經開始串聯了 而不是自己從生產 他寫下到通路 然後自己拚命 大家已經開始懂得 好像要連結起來 那我覺得這好像是一個 起了個頭 開了個按 不只是賣東西 而是要反轉大眾的感覺 對 那這個計畫我覺得 當然如果唐鳳凌這邊 可以幫我們分享的話 我想最後這個十幾萬 我相信我也希望能夠達標 其實我心裡是很擔心大 不會那麼大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我看圈牌子看很多 真的 應該是 然後 這件事情其實我也 我在點點三的邏輯裡頭 他不是一直這麼單純的去想說 是哪一的幫助 我真試著去想 我再講最後一個案子 這是偽光世界 你看到這一幅畫作 有些人都覺得這是流水 有些人覺得很年輕 或很電衣 數位 甚至我覺得 還有一幅 還有這幅古典的畫作 然後創新的感覺 這好像 當然大家不會說 這是董陽之王 你知道嗎 有一點那個味道 有一點那個味道 對 我大概再分享一下 還有這幾幅畫 學景 世界 黑暗中的煙火 我拿給我一說一下假朋友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這個畫作 這個比例很鮮甜 這個顏色調配得很棒 這個筆觸很獨特 那講了大概 評刀會認識了20分鐘 我就告訴他說 你覺得不會版畫在 在你的意料裡面版畫在 他說這個有機會 我得到這個聲音之後 我告訴他 這是有一群九位仕藏者 所以我會畫出來的 我要他們在創作的時候 不是畫大眾客觀看到的 我要他們畫他們主觀面前看到的 所以說太陽的 印象黃色跟黃色 我們之前看到的可能是紫霞 可能是剛日出的時候 還是灰暗的太陽 對 所以有很多 天氣灰灰的時候 太陽是灰灰的 所以我發現了另外一個 19世紀到20世紀書的這個印書家 叫做瑪迪斯 我發現好幾個野獸派的創作者 所以你會發現 臉書上正在建構的一件事情 叫做我有手會失 我有平面視覺 我有手創 然後這一禮物叫做通路 所有生產的人 創作的人 他可以有天賦程式 就是這個 接賣的這個 形狀補給在他的一個出口 我覺得我在建構每個部門 然後這裡面將近有板子80 都是所謂的弱子固體建構 我發現 我曾經閱讀到一個文章 他在日本在做拉米 點點要板子80以上 通常都是神仙障礙者 從建構的一個工廠 然後在日本 我覺得這個計畫 這個有機會 也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產生一個真正 善的循環系統 跟善的模組 這件事情絕對不會只有點點善 因為點點善的財務是公開的 我們從不成立的時候 就每兩個月的一次的示意報告 就上傳到網路上去 那不是我們的 那我們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只是打舞台的人 你如果看到我們的名片 上面有一個Good 但是這個Good有三個O 三個O代表企業 消費者跟弱勢 我們只是把這個舞台架構好 讓企業消費者弱勢 在這邊表演 演一場好看的戲 最善良的 最純真的 最美麗的戲 可以給大家看 然後可以一直演下去 所以當我在做這台 行動補給站的時候 一個天賦城市這個計畫 它那個已經不單單只是廣告 它可以變成真林圈倒 大家要記得腳碎喔 它可以變成表演藝術者 表演藝術其實在台灣 產業裡頭也是弱勢 它可以在這裡面去發表 它即將在哪裡要表演 其實在國際上 有很多表演藝術是從藉口發生的 很多文化也在藉口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台行動補給站 它應該是真正能夠去表達一些事項 對 那好了 我覺得以現在來講 最重要就是最後這一段 就是行動補給站 代表我過去兩年來說 累積的東西要做出口 我覺得在設計或是創業方面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 我們有這樣子的能量 那最重要是車子要成型 景點上如果能夠補足 我覺得是太棒了 因為你就可以加快速度 然後人力交易群電 旅遊在這百位跟取人一直在配合 那接下來是在街口發生的事情 我要怎麼讓它是很合理的 我需要有人來支持它 台新銀行也許是第一步 就是至少台新銀行是一個branding 那我需要也許副方單位說 我們要試辦 說這個地方它不是 至少幫我們證明它它是對的 它是我們嘗試著 要用另外一種方式與大眾互動 那北市一般在街口銷售 其實都是犯罰的 都是被驅趕的 那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要跟師傅 然後去申請這個場地使用 另外一種是你只要是圈子好 你就可以在街口銷售 那那天北市府說 只要你車子是合法的 那我可以稍微跟管區講一下 你可以在那邊先做實驗性的示範 我說那我第一步就在北市府門後 來嘗試著做這樣子的服務 對啊 沒有比那邊更能去無能化的地方 對 那他們也正在持續下去 但是我覺得 我沒有要 其實我一直很緊急在心就是要一步一步 那我不會一次跟大家講說 我要一百台車請讓他來給我多少錢 我覺得這也是好的方式 因為這樣會讓 我會擔心會讓初衷離開便宜 因為畢竟我還是點影站很著急 我所決定的方向會需要大眾來給我 而且我還要回覆大眾很多 這個比較平面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想 在我講的點影站這些思考 國際的時候 我也想說可以接觸你這邊 唐鳳林這邊的經驗 也看過很多社系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些 我們是不是有那些缺點 或是應該在有意的地方 或在經濟的部分 是我想就是之前我們在國際上看到這一類 覺得他能夠去組織起 當地的不同的 或翻轉不同的社會關係 其實為什麼其實我一直覺得 社會影響力 那它翻成社會影響力 可能是不是很妥當的一個翻譯 是因為影響力我們一般講 是一個最文詞 就是你在現有的社會規則裡面 你怎麼去影響別人 可是impact它是打破了 或者至少鬆動了 現有的這樣子一種社會規則 那我覺得你特別是把去無名化 當作一個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價值主張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說因為這件事情 它不只是你剛剛講到的 我的漢兒或者生長或者施障 它是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你可以通常在很多地方 而且還不用問你要複售全景 聽過你這個想法的人 自己就可以把這個想法去 apply在別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你們的存在 它是一個類似我們叫做prefiguration 就是說你想要未來是怎麼樣 你自己先做做看 但是你並不排斥說別人把它做得更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社會企業最讓人感到感動的地方 就是說大家都覺得說來的人不是競爭者 而是我們快一點把這個社會的問題翻轉掉 那我們就少一點社會問題 大家就可以去解決別的社會問題 對那而不是說好像我要一直 像很多純粹盈利的企業給人不好的感覺 就是因為就像這個接賣好了 大家就會覺得說是不是有人 一定要想要讓社會問題繼續存在 他們才能從裡面牟利啊 是一個博削的這個概念嘛 所以我想很多朋友看到這個 它的區域文化的關鍵就是在於這個責心 就是說你並不是博削這些朋友 這些朋友是正正當當的工作 然後又正正當當的這些收入 那它即使是為了公益而卷募之類 但是你不管是篩選的標準 或者是你進的貨 或者是它提供的服務 或者它最後的這個錢的責心 這些部分都讓你的群務的朋友可以知道說 欸這500個人他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掏錢 而說他這個換取的是一個 對新的社會關係的認知等於一個學費吧 這樣他之後可以一直收到後面的這個update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公眾教育 那在就是可能要比較注意的部分 當然其實你自己講的 最大的就是這個市府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對因為即使它是公益全模 或其實它畫一些東西成為實驗區 之後還是不排除說這個模式一建立了 那你也會有別的朋友們想要來做類似的事情 因為這畢竟比就是舉牌人要來的永續嘛 這個大家一看到就會發現說 欸比舉牌人來的永續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些場域上面的一些敬核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要先一步 就是在可能你們第一彩社拍出去的時候 它的責任並不只是說 它每天碰到了幾個人 或者它你們做服務設計一定會去說 欸這些人碰到心情啊 之前之後啊這些人本來就會去兩側嘛 可能很重要就是說 旁邊的不管是管區的警員 黨內的離帳 或者各種不同的利益關係 不是只有直接來的人 而是周邊的人 他們怎麼反應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你越早收集 你就越有可能跟市府一起討論出一個 就是大家在空間裡面 跟這些朋友們互動的一個模型來 那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些利益關係的人覺得說 欸可是可是就是說 他不會覺得說這是屈無名化的行動 他會覺得是說欸這個東西它侵蝕了 它本來對於這個城市空間的想像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會有後座力了 因為台北畢竟是一個有一定的 我們說中產階級美學堅持的多元地方啊 對那但是現在當然越來越多元了 我覺得台北是一個很好的多元的一個空間 但是不表示說不會有不同的想法的朋友 所以我們如何一開始就把它喊融進來 就是說我們說diversity很棒 可是如果沒有一個inclusive dialogue 那diversity到最後就是各之一詞 就是互相隔空叫媽啊或者是黑暗啊 那你當然不希望看到這個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即使有不同意識的朋友 我們有一個某種inclusive dialogue的方式 把他們的意見納入進來 那這樣子也比較讓這些轉換工作的朋友們 他可以有一個安全的感覺 就是說這是一個安全的工作 這不是只是一個實驗性質 我做了三個月之後 可能有人看一久沒有了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可能政治上是最重要的 沒錯 對那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能夠在台北市前面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管是當地的 那些人員類長或這些朋友們 當然要盡可能的有一些勾空的方式 那如果需要哪些我們可以幫忙 就是越討論大家能夠越熟練 而不是越發散 因為我們辦公室是做這個 所以就是我也很很樂意分享一些經驗 對 好喔好喔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我不曉得在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新企業裡頭 對 其實當然很容易分出哪有一些類比 大家關心一個普通環境時 然後叫女等等 對 那其實的確也比較鮮少 通過創意整合的方式 或是甚至要反轉的方式去做這樣的事項 其實我們會覺得其實 我不是說我們缺需要整個資源趕快來 我覺得這不是最重要 可是現在要釐清他自己 想做這件事情 那他總要有一個起頭 去做才能幫他修正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頭 因為他反而更困難 因為是很少有前期的案例 對 那我們會發現 其實我們也自己都會常常反處 這樣考慮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只有自己的話 我覺得他缺少一個光綜 不過同樣是神障 或比像說中射器 也是讓神障者變成同用攝錦師 同樣是視障黑暗對話 也是讓視障者變成一道圓 就是說 其實他只是不是像你這樣子的出口 別的出口是有很多別的設計在做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只是說這個出口本身 因為可能因為無名化 或什麼別的關係 之前沒有人往這個方向想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向本身是很沈迷的 就是不需要那麼自我懷疑 OK 了解 那有這個 因為你看的也多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是自己 很怕自己是觀者們自己在想 我覺得很特別需要有 有些我記得上次有個媒體朋友 他來報導我們 然後我就跟那個 因為這個媒體朋友也特別聊得來 我就說我很希望你可以下一次持續的來看我 因為也是用監督的角色 然後你幫我看到到底這麼做 或是大宋的方向 都不只是一個報導一個 好像就一個事件 然後就沒有 我們需要的是長期大宋的神也來看 然後我們這樣子做也許會更有一個方向性 只要我們核心沒電話 那你就可以去上次做 對 我想就是說 像我自己今天禮拜三 我整天都在這邊工作 不是在行政院裡 那我剛上任的時候也是 六成多朋友贊成 三成多朋友有些贊成 但事實上我們就像你剛剛講 就是法尊合法這一點 我們就去查說 人事行政總署本來就有一個函 說工作如果跟網路溝通有關 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等等 所以法律上是沒有問題 法規上是沒有問題 那所以大家為什麼有這個法 或有這個函 但是一直很少公務員這樣做 那當然就是大眾的感覺 大家都不覺得說 想要當第一個被無名化 或者第一個去挑戰大家的傳統觀念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inefficiency 也就是說在這個部分 本來事情可以更有效地運作 但是卻因為就是大家都在等著社會觀念改變 社會又在等著有人先實驗 所以到最後就都沒有反轉 那我覺得像你們透過群目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群目就是它可以 就是打破這樣的問題 是說如果你有五百個人 那就表示社會上有一些人 願意反轉它的概念 那反過來講如果只有五個人的話 那你也知道時間還不到 也許這件事就收一收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coordinated problem 它可以透過這種群目 來做一個概念的驗證 然後最後變服務的驗證 所以我覺得 NESOL群目是很對的 那在群目這邊曾經支持過的朋友們 當然師父也會一直讓他們知道最新的訊息 那同樣他們也不是站在武東的立場 而是站在監督者的立場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position 謝謝你們的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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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謝謝 OK 優雲一起來拍照 那是我們很重要 你知道嗎 這個我特別分享一下就是 我們這次的團隊 其實已經年齡只有二十六歲 是 對 就是有很年輕的朋友們 一起來拍照 要不要站起來 然後優雲是什麼時候 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來 請 高一請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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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一二三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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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聽到您這樣的鼓勵 我覺得 也是一個對我們來 我有機會跟我們團隊分享 嗯 那樣子講 我沒有全程紀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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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 Hey there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now